台湾北社、台湾国家联盟等本土派社团 周四宣布31日将于总统府前举办台北大空袭70年纪念会 台湾北社理事陈医生直言 会办这场纪念会是被国民党政府大肆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所刺激 台湾北社副社长黄淑淳说 黄淑淳说 为什么那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会讲到当时 躲空袭啊,空袭来了,打战了 那段历史在课本里都没有看到 我们读的都是南京大屠杀,卢沟桥事变 那关我们什么事 他强调台湾有台湾的历史 这段活生生的历史就发生在现在的台湾总统府上空 台北大空袭是1945年5月31日大东亚战争 也就是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末期 台北遭到盟军最大规模空袭 据美军资料 当天由117架B-24组成的暴击机群投下3800多颗炸弹 台北城内包括台湾总督府 台湾电力诸事会社 军司令部 台北地大附属医院 台北车站等军事经济活动地点都被炸毁 造成3000多名台北居民死亡 受伤及无家可归者达数万人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郑国中牧师提到 当时有些宗教寺庙 包括大道城天主堂也被移为平地 虽然宗教不参与战争 却也成为战争底下的被牺牲者 郑国中表示 基督教的信仰中 七有安息的意思 纪念台北大空袭70年 有特别的意义 70年安息年 他认为 台湾在历史上始终扮演一个傀儡稀有的角色 郑国中说 台湾人从来没有自己当家做主过 这一块土地所有的战争都是外人引进来的 比较重大的战争 包括这个531大空袭 然后包括后来的228大屠杀 郑国中感叹 台湾人这样的命运何时才能结束 到今天还有人主张要依靠美国 依靠日本 依靠中国人 多数台湾人从来没有想到要靠自己 那些觊觎台湾的国家 只看到他们要如何从台湾夺取自己的利益 台湾人唯有自己当家做主 才渴望走出悲剧困局 因此举办今年会的目的 既要慰藉台北空袭中的死伤者 也判唤醒台湾人独立建国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医生说 虽然马英九政府已告尾声 仍在进行垂死挣扎 设法篡改台湾主体意识的历史课纲教材 台湾人没有自己的国家 一下是日本人 一下是中国人 这种无国家之名的处境 一定要不断被提醒 这是一个存在的事实 陈医生表示 1946年的1月 迁台的国民政府 台湾行政长官陈医 还要征军到中国打仗 陈医生说 台队中有一些是台籍日本兵 变成了国军 去中国打仗 结果去中共俘虏之后 又变成共军 他指出 当年被迫穿梭在日军 国军 共军 这三种身份之间的台湾青年 岂不错乱 可怜 又到底要怎么称呼 这些无名战士台籍兵 真的是无国籍 如果国民党政府继续推动 一中政策 历史势必重演 30多岁的自由台湾党中指挥 台左维新创办人林于伦表示 国民党刻意在历史课本中 抹灭他们到台湾 所做恶行恶状的事 并丑化日本政府 在台湾的统治 已知受党国教育遗嘟很深的年轻人 对历史的认知是断裂的 10个有9个不知台北大轰炸 甚至误以为台湾是被日本轰炸 他质疑 今年马政府编了十几 二十几亿 轰轰烈烈要庆祝 他们抗战胜利70周年 可是大家有没有回头想过 70年前这块土地 完全不在抗战胜利的脉络里面 台湾人是被抗战的一群啊 林玉伦还说 最近最近如果大家有看新闻的话 也许看到齐邦元 或者是看到白贤勇 这些老师这些前辈 他们有讲到说 他们在中国那一段回忆 我相信那是很苦的 但回过头来 我们在台湾的人 在当时难道我们是快乐的吗 他表示 如果没有老一辈的台湾人 出来办这场纪念会 可能十年以后 根本不会有人知道 台北大空袭曾在台湾发生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夏小华台北报道